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靖登基的时候,有下面的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。 耶和华如此说, 你要对他们说, 耶和华如此说, 你们若不听从我, 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, 不听我从早先就差遣到你们那里去, 我仆人众先知的话, 你们还是没有听从。 我就必使这殿像弑罗一样, 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。 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, 祭司、 先知和住民都听见了。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, 祭司、 先知与住民都来抓住他说, 你必要死。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, 说这殿必如是罗, 这城必变成荒场, 无人居住呢? 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, 聚集到耶利米那里。 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, 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, 坐在耶和华殿的心门口。 祭司、 先知对首领和住民说, 这人是该死的, 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, 正如你们亲儿所听见的。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住民说, 耶和华差遣我说预言, 攻击这殿和这城, 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。 现在, 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, 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, 他就必转意, 不把所说的灾祸, 降给你们。 至于我, 我在你们手中, 你们看怎样是善, 是正的, 就那样待我吧。 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, 如果把我害死, 就许无辜人的血, 归到你们和这城, 并其中的居民身上了。 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, 把这一切的话, 传到你们的耳中。 首领和住民, 就对祭司先知说, 这人是不该死的, 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, 向我们说话啊。 国中的长老, 就有几个人起来, 对聚会的众民说, 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, 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, 预言说,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, 西安必被耕种, 像一块田, 耶路撒冷必变成乱堆, 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。 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, 岂是把他处死呢? 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, 恳求他的恩吗? 耶和华就转意, 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, 降给他们。 如果处死这个人, 我们就做了大恶, 自害己命啊。 又有一个人, 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, 是激烈耶临人, 士玛雅的儿子乌利亚。 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, 攻击这城和这地。 约亚晋王和他的众勇士, 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, 王就想要把他处死, 乌利亚听见了就很害怕, 逃到埃及去了。 约亚晋王就打发亚哥波的儿子, 以利拿丹, 带着几个人到埃及去, 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, 送到约亚晋王那里, 王用刀杀了他, 把他的尸首, 抛在平民的坟地中。 然而, 沙藩的儿子亚西干, 保护耶利米, 不交在百姓的手中, 巨死他。